还是忍不住又买了两颗兰花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买的 兜兰是在兰花协会买的 卡特兰是在珠宝店买的 在这儿先记录一下来源 方便以后查 所以这期主要是要讲这颗兜兰的习性 以及怎么养护 卡特兰就不讲了 因为与其他的卡特兰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是指养护方面 那这是他的名签 买之前按照这个名签的名字 用手机查了一下 这是一颗白色的 花还挺好看 才只有十块钱 所以就买了 不过我不确认我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开花 因为我没有看到剪掉老的花梗 所以不是很确定这是一颗成年猪 还是一颗未成年猪 不过即便是个苗也没关系了 反正这个价钱还算可以嘛 我们就重点来说这个兜兰了 这是兰花协会买的花了二十块钱 它没有名签 所以不知道名字 好在它这个花比较好辨认 我根据它这个花色查到了一个名字 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那我又按照这个名字查它的生长习性 基本上也就确认了怎么养它了 现在看一下这个花 这个花仔细看一下的话是快要卸了 这是兰花协会那边一个老太太养的 应该是分盆分出来几小盆 那么这一小盆 花有点要卸了 可是它的叶子那边感觉是最好的 因为有几组新苗 就是还没有开过花的这些苗 那未来是会开花的 当然要等到明年了 所以刚刚说了 它的繁殖方式分株 它的花都是中端花 开过之后就不会再开了 就是这个苗的心里 不会再出另外一个花芽了 必须长新的苗 才能再开新的花 通常都是一朵花 偶尔会有两朵花 不过如果养好了 它可以长成巨大的一盆 开好多的花 这是它的名字 我准备插到花盆里 我还查到一个名字 波瓣豆兰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一种 还是说这一类 这种豆兰的原产地 大致是在印度的东北部 缅甸 孟加拉等等那一带 通常是生活在河流 或者溪流上方的悬崖峭壁上 一般是在灌木丛的下面 它也是附生蓝 但是它不是附生在树干上的 通常是附生在地表 比较腐质质地 根是有可能接触到土壤的 是比较贫瘠的土壤 所以它的植料 可以选择比较 块小一些的树皮啊 桃粒啊 珍珠岩啊 等等这种混合起来 甚至可以混一点点沙土 还要注意它的根 必须都埋在盆里面 植料里面 不可以落露在空气当中 就它的原生环境来说 这是一种喜欢凉爽环境的 豆兰兰 我查到它的室生范围 大约11度到22度 那在具体到夏天冬天 的话是这样的 说是夏季呢 13到25度之间 冬季可以是4到22度之间 它都可以 就我这儿的环境来说 主要防止夏季过热 冬季我的温度 没有到4度那么低 它是长在山崖上 所以是需要比较亮一点的光线 但是呢 又是在灌木之下 也是遮阴的 山崖上也是不容易有积水的 下雨水很快就会排掉 所以它的植料排水性 也需要比较好 根据它的生长周期 大致上是从晚春 整个夏季到初秋 这段时间水给的多一些 肥也要给的勤一些 薄肥勤湿 生长旺季的时候 据说可以每周给肥 但是最好每月冲洗一次盆 避免肥害 在冬季它是不会休眠的 还是在生长 但是生长速度趋缓 所以这个时候水要给的少一些 这个少指的是频率 也就是浇水的间隔拉长一些 比如说在夏季生长旺季的时候 可能需要每天浇水 但这个跟植料是有关系的 如果植料的保水性差一些 可能需要天天浇水 而同样的植料到冬季 或许每周浇一次 甚至更长时间浇一次 可能就够了 我们在给很多兰花浇水的时候 都会说见肝见湿 但是兜兰不能这样浇 还没有完全干透就要浇 所以它的干湿循环是 大湿到微湿 不能是干透到湿透 我新买的这个品种 在兜兰里头比起来 算是比较喜欢干的 但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等着干透了才浇 这颗冬季不能浇太多的水 不能太频繁 如果盆里过于湿 很容易烂根 所以要拿捏一个肚 至于怎么拿捏这个肚 既不是特别湿 还又不能干 这个肚我觉得还挺难拿捏的 我摸索着看看 正好我现在是冬季 它是喜欢空气湿度 比较大的地方 原产地不是在水流之上吗 但是冬季最好不要 喷太多的水 容易出问题 其他的季节可以经常喷喷水 一年四季都喜欢通风良好的环境 你想原产地 它是在悬崖之上 高高在上的位置 通风通常都会很好 而且高处通常光也好嘛 所以相比较来说 它对光的要求 也比生活在树林里地面上的 要高一些 原产地环境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通过这个 你看我们就已经大致上知道怎么养它了 我们所选的养护措施 尽量接近它原产地的环境 当然毕竟我们这儿并不是 比方说我这儿 并不是它原产地的环境 主要是夏季 我这儿温度会超标 所以我重点要关注它的夏季 防止高温 温度是没有办法调控 就是让它在通风良好的环境 这样它可以忍受稍微高一点的温度 总体感觉 这应该是个不太难养的品种 大致上可以参照我的环境当中的大花卉兰 但是要做一下加减 光比大花卉兰少一些 水比大花卉兰再多一些 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 这就是我拿到一颗新的没有养过的花 怎么知道它的养护方式的方式 通常我就是上网先查 查它原产地 查它的习性 如果能查到别人说的这个养护方法 那就更好了 然后再考虑到自己的环境 主要是温度啊 光照啊等等 确定好一个放置它的位置 然后就是植料水肥等 那这就是我们养护要做的事情了 之后是根据它的反应进行调整 逐渐的就摸索出一个加上了自己的因素的一个适合自己的养护方式 那自己的因素主要是包括环境因素和自己的作息时间 自己的时间主要就是看您能给花多少时间 比方说您可以一天给它浇三遍水 那这样用的质量就是排水性更好一点 保水性更差一点的 但如果很忙好几天才能来浇一次 那就多用一点保水材料 好像还忘了说它的花期 它的花期在悉尼大约就是这会儿 深秋到冬天这会儿开花 其他地方也是秋冬季开花 当然北半球的话就不是现在 北半球的秋天冬天 大概9月10月11月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所以它的施肥周期大概是这样 冬季如果生长有点慢就完全停肥 春季开始长之后呢 就给它施生长肥 就是均衡肥 促进它的根叶生长 包括夏季 到大约夏季末秋就开始给它开花肥 因为秋冬就要开花了嘛 好对它的了解今天就先到这 中间如果没有什么故事发生 那我们就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看看会不会开花 谢谢您一直看到了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